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收听科技领航家 我是节目主持人朱楚文 生产式AI这几年爆红 也掀起了全球一股新的AI浪潮 然而对企业来说 到底如何导入AI 或是要不要导入AI 也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而在我们关注 这个软体和AI相关模型的发展之时 其实同一时间 硬体也是所有企业应该要好好考虑 如何去架构这相关的基础建设 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 特别为各位邀请到 和台湾的伙伴 这个合作关系相当深厚的 戴尔科技集团技术副总 梁慧华副总Eric 带我们一起来聊聊 企业在思考AI课题时 应该要琢磨的一些关键点 欢迎Eric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戴尔科技集团的Eric 好非常开心 邀请到Eric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我想一开始啊 是不是可以先请教一下Eric 如果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 企业现在都在思考 要怎么样导入AI 或是要不要导入AI 到底深层师AI对于企业来说的重要性在哪 我觉得这个AI 其实大家都应该听了蛮多 当中的一些讨论跟报告 但是我觉得说 深层师AI对大家来讲 应该有点 有点陌生 也有点熟悉 那陌生是在于说 好像跟以前的AI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熟悉 应该是过去一年 应该大家都用很多类似 ChatGPT当中的工具 所以说大家会有种的感觉 但对企业来讲 它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因为从我们自己来看的话 就是深层师AI 我们今天用ChatGPT 很容易就是 我给他一篇文章 然后请他去回顾一些 譬如说一些Summary给我 但现在企业不是的 企业他是希望说 可以把当中的一些应用发展 变成是他的一些盈利的一些目标 好所以说 我们看到说现在企业会用几个大的 大大的方向在GNAI 第一个呢就是说像 譬如说企业大脑 我们常常说 因为过去可能一家公司 他成立了20年30年 那有很多的累积相关的知识跟专利 那今天过去靠人脑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非常完整的 去把它收集跟整理 现在变成说用Sensei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 去把相关的一些资料 去做一些收容整理 以及说把它变成是一些产品 可以推出在市场上 所以说今天企业 他对GNAI的拥抱的程度 的确是比过去我们说 前10年20年之前的这种的AI 是更加热烈的就去拥抱他 那我们也看到说 他发展的机率其实还有很多 还可以再往前走的 是所以呢 如果企业可以好好运用生成式AI 其实就可以为企业建构一个新的企业大脑 他们会遇到什么挑战 或者说有些客户还一直蠢蜂 不太愿意去导入了 他们到底都纠结在哪里 我觉得第一个会碰到问题 就是说企业的资料还是最最主要 要一个成功的GNAI的project 其实他是必须要有相关的一些资料的 就是你要先去给他资料 去做一些收容整理跟清洗 你才可以去符合企业里头要用的资料 所以其实我看到说企业要去导入的时候 遇到最大的问题 都在前期的资料整理 因为其实我应该是这样看 就是说台湾其实都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 但是你会看到说他们在产品制造都很熟悉 但是过去都是每一个都是非常塞漏的 就是说他的机台跟他的一些员工 每一个都没有办法去把它变成一个很成熟的一个资料中台 所以我们首先要去做要去克服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资料变成一个资料中台 我们才可以把企业大脑训练变成是企业可以用的东西 因为现在台湾的企业很难去自己去搞一个属于自己的模型出来 但是台湾的企业可以很容易的去用一些我们现在已经在坊间找得到的 比如说Lama Free这些已经Pretrain好的这些的model 再加上企业的资料变成是属于企业他自己的大脑的一个性质去使用 这是非常可行的 那这些的客户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过程当中我们协助他们 在这个部分去建立起这个平台 以及说假设如果他今天是希望说把当中要建立起一些API 我们的资料科学家的团队也可以协助他们 哇所以戴尔科技其实除了在硬体方面可以给企业相关的服务和这些基础架构之外 其实也有相关的数据的团队也可以帮忙去做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没错 哇那所以刚刚其实提到了 就是我们企业呢在看深层式AI的导入 可能会很多的聚焦在软体的模型 但其实硬体基础建设反而是第一步了 对那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都常说 我们就是说你要把模型训练好 你必须要先有资料先有data 但是如果你今天企业所中间产生的这些说你都没有记录 那这些都没有data 你怎么可能会训练一个好的model 所以我们常说就是你可以很方便的去用TrackGPT 但是你把TrackGPT没有去优化以后把它拉到企业里面用 其实是没有用的 你今天去问他说请你帮我去找去年的什么样的业绩的报表 他是没办法回答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data 但是我今天如果我把资料的这个platform把它准备好 把资料也可以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给他是有用的资料的话 他可以很快的去回复给你有用的一些资料 这一些我想也是企业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为什么硬体在这个部分那么重要 当然了我必须要说台湾的厂商其实非常厉害 就是我们也是一个AI server 一个出口的大国 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他就是一个foundation 就好像说我建一个房子他就是一个地基 你要把软体做好 你首先必须要有足够酸力 跟刚刚提到的你只要整理我需要一个稳定 而且说容易扩充的平台 才可以把相关的企业资料去做一个收集跟分析跟整理 是刚刚Eric有提到企业在思考导入Gen AI的时候 除了思考软体的部分之外 硬体在架构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最后是我们可以请Eric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总结来说企业要如何可以导入AI上面 去做一个规划应用 然后带来为他们带来商业效益 OK我觉得首先就是其实两个课题 就是说常常我们都跟客户说今天你为什么要做AI 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客户 有其实有两个面向 两三个面向 就是有客户说 因为我老板说要做AI 因为competitor都在做AI 所以我必须要做AI 有一些是觉得说 从他的整个流程跟他看到一些例子当中 觉得说AI的确是可以帮我再做某一些的忙 然后还有一类的客户这一说 没有我就是一个technology领先的公司 所以我必须要把AI放在我的企业的文化当中 我才可以走在前面 所以说这三个不同的一个面向的客户 其实他出发点不一样 所以说他要做的事情也不一样 那但是我常常都说 如果你今天是为了前面 就是说我真的是要为了企业里头的真正的好处来去做的话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UseK在哪里 所以我们为什么刚刚提到说 我们新加坡的这个资料科学家的团队 第一个事情就是做AI discovery 就是我要先发现说AI在企业里头 他可以帮什么忙 如果今天我说真的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传统的制造业 然后非常简单的process 那说真的AI可以给你的可能use case 可能比较相对比较少 那我觉得说要不要去做投资 我可以可能做一些KM的management 就ok 但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制造过程非常复杂 甚至于说我今天有牵涉很多是有关专利相关的 我可能就会觉得说GNAI可以带来的东西非常多 所以说这个AI discovery的过程会显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都建议说如果企业 你真的是有打算把AI当成是一个战略的话 先来去找到use case 这是第一步 第二个阶段就是说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要去做AI的project 其实大家都花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老板们的adoption 就是老板要endorse这个project可以往前走 所以说第二个要点 所以说老板要支持 第三个我们再来看说就是 谁或是哪一个你找到一个partner 可以陪着你往前走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对企业来讲他比较陌生 不管是团队的建议以及说资料的收集 他可能都需要一个跟你可以走在一起的partner 可以往前走 所以这三个的要素 我觉得是在现在以及说在未来 我们看到一些企业 我们都会建议客户先往这边走 那当然就是说回到代表的立场 我当然是还是还是那一句 就是说我们把use case 协助客户把use case找出来 你要怎么部署 我觉得有你们的弹性 其实当然都可以去做配合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先把你的资料收集完 然后把企业该有该准备的资料 该清洗的 该去做一些舍弃 或者是补足的 我们把它补足起来 这样子才可以把真正的AI 落地到企业里面 好 非常谢谢Eric 精彩的分享 总结来说 企业在思考导入Gen AI 的时候 千万不要为了导入而导入 而是要找对团队 同时对于Gen AI 会如何对企业带来商业效益 先去提前的规划和布局 才能够发挥最好的成果 那非常谢谢Eric 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节目 还会为各位带来 Dale 为不同产业客户 如何能够创造商业效益的实际案例 也请您继续锁定 我是楚文 我们下半段再见 想看更多Gen AI 的内容 请看下面的资讯栏哦